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妮赶到医院时 医生还在给女儿做截肢手术 而与女儿相约骑马的朱棣 已经当场去世 安妮脑海一片空白 许是看到丈夫先崩溃了 她又强大精神 总得有人撑住 否则都会被这浪涛卷走 手术很成功 但那场事故留下的阴影 却几乎击垮了女儿戈雷斯 尽管戈雷斯没有任何情绪爆发 但安妮知道 那只是戈雷斯竭力压抑的结果 在这个孩子身上 有些东西正在流逝 唯一让戈雷斯眼神发亮的 是听到朝圣者还活着 那匹马是安妮带她去肯塔基买的 在那些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里 一人一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戈雷斯知道自己无法再跨上 朝圣者的背了 他想让父母把她送回肯塔基 事故后 朝圣者是在桥洞被找到的 人们从没见过马伤的这么严重 脸颊的肉被刮落 动脉被刺穿 胸前马皮搭拉着 为了减轻她的痛苦 手衣建议让她安乐死 但安妮还是决定全力救她 她知道如果终结了朝圣者 也将终结女儿的下半生 事故烙在心里的伤痕 将永远都无法愈合 朝圣者最终被救活 但身上的伤依旧惨不忍睹 狂乱的敌意不减反增 连最熟悉她的格雷斯 都被她吓坏了 安妮死死注视着那双 不满仇恨和恐惧的眼睛 她害怕今天的画面 会纠缠着格雷斯 果不其然 格雷斯回去便提出了结朝圣者 看到朝圣者就像看到了自己 格雷斯像被抽干了所有意志 这种情况让安妮越发感到窒息 她最近的工作深陷麻烦 一个被她裁掉的编辑 在报纸上误陷她需报发行量 在职场杀伐征战多年 她早就准备好了回击 可是现在 她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 一直以来 不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安妮都独当一面 但现在 她只能把女儿摆在第一位 她开始查阅有关马的资料 就像冥冥中的感应 她相信朝圣者与女儿息息相关 安妮在书上发现了马鱼者 据说 自从人类开始猎杀奴役马之后 人与马之间就有了深深的隔膜 后来出现了一些 能够看透动物灵魂 抚慰他们心灵的人 这些人就是马鱼者 安妮发现的那位马鱼者 在蒙大纳州 但对方不想来纽约帮她看马 没事 山不来救我 我便去救山 罗伯特不赞成 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 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打击 作为律师的她 选择去适应 她相信时间能解决一切 不希望安妮带着 受伤的女儿四处奔波 但安妮不这么看 有些问题需要迎难而上去解决 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她认为 格雷斯现在需要的是 找回生活的勇气 罗伯特再次屈服在 安妮的法号施令上 于是 一个母亲带着女儿和一匹马 就这么上路了 他们要穿越大半个美国 去找一个陌生人寻求疗愈 安妮也说不清楚 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意义 她只知道 如果不去改变 如果不往前走 她会失去女儿 吵声者在窄小的车厢里 暴跳如雷 哀嚎和踹门声 阵阵回荡 但对安妮来说 最难忍受的是 格雷斯的沉默 一路上 格雷斯多半都在睡觉 或者听随身听 几乎没开口说话 实际上 格雷斯并不像 看起来那么反对 这趟旅程 她受不了同学 看她节肢的一样眼光 以及她要在人前 做出坚强的样子 她只是反对母亲 那一贯的自以为是 与其母亲 格雷斯更亲近父亲 她不明白 为什么同是一家人 却只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格雷斯的沉默 和一路上空荡荡的景物 让安妮的心凉嗖嗖的 经过一片墓地时 她站在那儿 急目远眺 被风吹得直不起腰的野草 从这爱伤的地方 伸展到遥远的地平线 她终于哭了出来 但宣泄过后 她又变回了 无坚不摧的样子 接着 小小的拖车 继续在广袤与空旷中 距距前行 蒙大南位于一片 广阔的草原之地 在这辽阔中 仿佛一切忧伤都可释放 马鱼者汤姆怎么也想不到 电话那头说话强势的女人 竟然会专程拖着马来自找她 凭着这份勇气和魄力 她怎么也得帮忙看看马 此时朝圣者身上的伤口已经痊愈 神经的损伤 却让她的前腿几乎报废 自出事后 根本没人能靠近她 几天的颠簸 让她更加暴躁发怒 然而汤姆靠近时 她却破天荒没有竖起防备 汤姆看着伤痕累累的朝圣者 再看看截肢的格雷斯和焦急的安妮 大概明白了什么 但汤姆号称只为马解决人的问题 不为人解决马的问题 所以她需要格雷斯的配合 格雷斯同意了 隔天 聊马行动开始 格雷斯全程旁观 起初 马儿不是在圈里跑 就是被赶进河道里 这是为了恢复她的腿部力量 朝圣者仍旧是个易怒的家伙 有次被安妮的电话铃声惊到 瞬间失控暴走 一头扎进草场 汤姆没有追 而是远远蹲在一旁 静静等她 直到她乖巧地夺回她的跟前 从今起来 留下你的电话 汤姆长期跟弟弟一家住一起 他们都是蒙大拿典型的牧民 被邀请供节晚饭时 安妮和格雷斯都很高兴 安妮有时会把城里那一套 带到饭桌上 这一家子也没介意 一贯少言的汤姆 还会用玩笑化解 一次镇上举行烙印仪式 安妮母女也跟着去了 身处闹哄哄的人群中 安妮有点后悔 她担心格雷斯会因为行动不便而自卑 汤姆仿佛看穿了她的担忧 她把格雷斯带到最前线 手把手叫她操纵烙铁 安妮的担心是多余的 格雷斯很喜欢这里 她的刺渐渐少了 也不再掩饰对朝圣者的关心 后来汤姆建议她去马房 干点利索能及的活 她也欣然答应了 为了方便聊马 他们搬进了汤姆家空置的木屋 安妮一边做好奋战到底的准备 一边远程办公 尽管老板说离开多久都随意 但她可不是幻想派 有时汤姆也挺佩服 这个坐下来就翘着二郎腿 不停抖的女人 她每天该忍受多少 从城市带来的焦虑和忙碌 这时安妮会玩耳一笑 回答她 这是男人的世界 女人必须这样 生活就是残酷地停不下来 停下来就输了 反倒是她不能理解 为什么汤姆可以忍受一直待在这里 难道就不想体验城市生活吗 不可否认 蒙达拿很美丽 但她更适合养老 度假 但汤姆早就体验过城市的生活 她在芝加哥上大学 在那里爱上一个女人 并把她娶回家 然而前妻不喜欢这里的空旷 而她不喜欢没有辽阔天空的城市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听着汤姆的故事 安妮有些惊讶 她没想到她有妻子 也不晓得原来她也在大城市生活过 在农场的日子 格雷斯和汤姆说的话 比和母亲说的话还多 她还多了一个小伙伴 汤姆的大侄子乔 格雷斯觉得乔与汤姆很像 他们的眼神里有着同样的宁静之色 看向她时没有一丝怜悯 她喜欢跟这样的人相处 因为在他们心里 自己是被接受的 而非被评判的 一次格雷斯请求乔 让她试试她的马 虽然她下定决心不再碰马 但看着朝圣者一点点康复 她的心里也有些跃跃欲试 可是她连脚都跨不上 就摔了下来 安妮并不打算责怪格雷斯 但她担心的话语 在格雷斯那里 却被解读为批评和挑剔 再次碰壁 当安妮转身离开时 格雷斯开始眼眠哭泣 安妮情不自禁回身抱住女儿 在女儿的啜泣声中 她告诉女儿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父亲去世 我近乎绝望 直到你出生 那种被切割的痛感才消失 而格雷斯则哭着说 她很担心自己 不能成为母亲的完美女儿 这一刻 母女俩心里的兵临都消融了 隔天 格雷斯在她母面前 提起了那天的事故 她说 她恨不得自己那天 和朱棣一同死在大学里 那是她最好的朋友 当时朱棣先从马上摔下来 脚还卡在脚凳上 她的马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拖着朱棣从山坡到公路 格雷斯立马骑着朝圣者下去 她想救朱棣 但是怎么也够不着 随后是高速时来的打卡车 她眼睁睁看着车 从朱棣身上撞过去 武力改变的悲剧 可能成为终身烙在心里的伤 汤姆跟格雷斯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以前有个好友 在湖里扎猛子 撞在岩石上 之后那人的精神全部消失了 就像是去了一个 没人知道的地方 她告诫格雷斯 要勇敢 不要变成那样 一滴泪落下 格雷斯释然 而汤姆要帮助朝圣者 解决的所谓人的问题 还有一个 安妮 那个看似强势优雅 又有些忧郁的女人 汤姆邀请她去骑马 安妮小时候也常常骑马 但父亲去世后 她就几乎没再碰过马 时隔多年 再一次手握缰绳 骑着马儿在草原上奔跑 一种久违的松快感 悠然而生 他们在一处山崖停留 安妮情不自禁说 她很羡慕汤姆的母亲 那么从容镇定 不用每天揣摩职场 不用被迫做决定 做错了事 走了弯路也没关系 她也羡慕汤姆 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 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这样的倾诉 在过去的人生中 几乎从未有过 包括对丈夫罗伯特 她突然又好奇 汤姆的前妻 如果相互不适合对方 当初为何还要在一起 回去的路上 汤姆把安妮把脚塞进马凳 两人互相深深地看了一眼 彼此眼里的情愫 细微而隐秘 不久 那个说随意离开 多久都可以的老板 把安妮给吵了 但安妮看起来并不太难过 或许是时候休个长假 思考自己的人生 这个时候 罗伯特从纽约飞了过来 丈夫的突然出现 猛地把安妮从田园木戈 拉回到现实 看到父亲的格雷斯 倒是很兴奋 不断催促父亲 在众人面前追溯 她与母亲 相识相爱的往事 安妮无奈地附和着 她看向汤姆的眼神里 有些难为情 汤姆认认真真地听 也用眼神回应她 但那眼里 藏着雨精飞越 千山万鹤的宁静 小镇舞会那天 罗伯特忙着与人 谈笑风声 轻快地舞曲过后 是一曲翡翅心扉的 坠入温柔乡 安妮和汤姆 缓缓走向彼此 她的右手 轻抚着她的背 左手握着她的手 轻轻放在自己的胸口 便夹相贴 直到最后一个旋律落定 汤姆的眼神 落在罗伯特的身上 她在心里 给这段感情 画上了休止符 但安妮不解 这算什么 汤姆继续追问道 既然如此 你能对罗伯特这么说吗 能对格雷斯这么说吗 如果有机会 回家改变这一切 你愿意吗 安妮都无法回答 即使安妮很迷惘 但汤姆清楚 有些感情 只有深埋才是出路 隔天 汤姆将在所有人的 注目下 完成使命 他要让格雷斯 重新起上朝圣者 御马术是 人与马之间的暴力契约 任何一匹马 要成为人类的同盟 必须先服从 汤姆绑住了 朝圣者的前提 使其不停奔跳 直至筋疲力尽 轻易被拽倒在地 无法反抗 接着就是格雷斯 介入的时机 汤姆让格雷斯 坐在朝圣者的身上 抚摸他 看着他的眼睛 而朝圣者也看着他 等到汤姆为格雷斯 拉上脚凳 朝圣者顺势站了起来 那些愧疚 期待 还有不曾变过的 深深的爱 终于将他们 带回了原店 这也意味着 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安妮的安排 是丈夫带着女儿 坐飞机 她开车 带着朝圣者回去 但罗伯特 用郑重语气 对他说 别着急回去 那天的舞会 他已有所察觉 直到看到朝圣者 拖着格雷斯站起来 他觉得自己 也仿佛被注入了力量 于是 他今日鼓起勇气 打算和安妮谈一谈 他一直觉得 像安妮这样 优秀漂亮的女人 能嫁给她 是她的幸运 所以在这段婚姻中 他可以忍受 安妮的专断 不去计较 谁爱谁更多 但现在 他不确定 安妮也不确定 他是否还爱着她 而他不想像 以往那样 默默逃避问题 他希望他从容选择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接受 这就是他所选择的 正面自己人生的方式 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 为了避免尴尬 汤姆一直没出现 直到罗伯特离开 他终于忍不住 出现在安妮面前 安妮说 要不他再多留几天 那之后呢 他照样无法回答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这与他已经够了 他问说 可不可以再带他 去骑一次马 然而汤姆去准备的时候 他却启动了车子 有些感情 只有到真正 才珍贵 其实答案 一直在他们心里 车子 沿着原来的路线 回去了 汤姆骑着马 在山顶上 摇摇相送 有些人 注定了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新年礼物给您想好了 你会不会再带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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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 给自己和他一份好看又有温度的新年礼物 喜欢的开心人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微信搜索开心人的店 把台词周莉带回家